為了孩子 為了愛 湯志偉和Juby結尾連禮 兩個大人帶著四個小孩 和雙方的媽媽 重組新的家庭 澳友們都獻上祝福 但在演藝圈 演過很多戲劇的湯志偉 對於這個新角色 卻戰戰兢兢 第一個思考就是 這三個孩子 因為我從小不是 不是我從小帶大 男生 女生年齡不同 對我來講其實都 我不知道該如何去開始 介入他們生命的那個點 我應該是什麼樣的 身分跟角色 唯一的我比較能夠 判斷當然就是 我至少是你們的肩膀 那我也要做 我也要成為你們的朋友 那我絕對不能是 當一個嚴父 選擇當朋友不當嚴父 湯志偉很快的 跟孩子打成一片 但他從只有 兩個人的小家庭 變成需要照顧 八個人的大家子 也面臨了很多考驗 一開始那個會有經濟上的壓力 你把一下子變八重 對 你看 特別是孩子們 他們的成長年齡不同 他們有不同的需要 很多事情是面對職業現實的 對我來講 從六位數變五數字 六位數 五位數 四位數 怎麼辦 不僅孩子的學費 就連生活開銷也變大了 湯志偉回憶 當時收到電費賬單的驚嚇 電費兩個月算嘛 八千多塊 我一看這個賬單突然 快要崩潰 天啊 這怎麼行 趕快緊急的就要一些措施 所以有錢也把他們召集起來 在我們的社區 我們小公園開會 說請大家要共舉時間 你聽人家的官員說話 節約能源 花了一番心思 和孩子溝通節能減碳 也教了這些方法 在後園那邊就有很多的桶子 麻煩大家一下 桶子把它一裂排開 在屋簷底下 水滴下來 那個水我們可以存下來 不然從馬桶 掃 拖地了 另外我們會買一些太陽能燈 我的四個孩子 天的傻眼 傻眼 這真的很可愛 他們也真的很可愛 有一個時間 真的就這樣實行 不管什麼事情 湯志偉和Jubi洗手客服 也因為孩子 他們有了勇氣 努力會發口之家 注入幸福滋味